大家好 今天阿王立爆 就要和大家立保就业計劃 堅尼地劫貧制庫益財團 各位大家都知道 香港自去年以來經歷過黑色的風暴 反政府動亂已經是各行各業受到沉重打擊 今年又遇上新冠肺炎傷軌拍門 因此香港的經濟陷入蕭條 經濟衰退 半失業率是高漲 失業率竟達到15年的新高 6.1% 24多萬人失業 半失業的不計其數 減薪財源放無薪假 黑購假期 沒有佣金沒有獎金 比比街市 我們基層的打工仔 真是叫苦連天 哭得一句一句 但是我們IQ爆棚的勞福局局長羅志剛 想出的事情 以常人完全都不是那回事 真是IQ爆棚局長想出一些錯誤 亦爆棚的方案 為何我說是劫貧 就是說公帑應當在現在的疫情災情底下 你去救那些打工仔 救那些失業者 但是政府 你都傻 局長不食人間煙火 很多勞工團體 強烈要求政府 立即做緊急的失業援助金 政府說 你拿中援吧 有沒有搞錯 他們不一定是整個家庭 立即跌入去 拿公共援助 這個沉淪的網 只不過現在是面對這個災情疫情 陷入這個失業困境 你扶他一把 救他一把 為何政府是拒絕呢 還說 怕著有道德風險 真是豈有此理 應用他就不用 不用他就去用 你說你不搞緊急的失業援助金 喂 以工代陣 甚麼叫以工代陣 你請他們 成幾十萬人 現在沒事 這裏很多人才 你要找他們做文宣做宣傳 都好過一年 給成十億給香港電台 去賭政府台 這些在在的人才 現在他們求份工而已 暫時沒事做 失業 政府是不是可以以工代陣 請他們做一年做四五個月都好 但政府又不想 還有些更慘 因為很多個人服務業 老闆也是他 工人也是他 手庭口庭 譬如美容 譬如按摩 譬如那些康體教練 譬如有一些本地的導遊 現在甚麼都沒有 手庭口庭 望天打掛 保就業計劃 他們沒有份 是否很離譜 好啊 所以我批評政府這個保就業計劃 就是劫貧制庫 好了 大家又會問 喂 你說制庫 怎樣制庫 我跟大家去看看 政府這個計劃怎樣荒謬制庫 首先有個最大的例子 大家都知道 香港最大兩國超市 百佳為康 是壟斷性質 有他們開在那裡 你其他生意就不用做 但是大家看到 在黑暴裏面也好 在疫情裏面也好 兩大超市壟斷市場 賺大錢 生意做不切 他們那裡哪裏有一個 是要裁員 要減薪的問題呢 他們請人都請不簽 用甚麼用到政府的保就業計劃呢 竟然這個 賺到 物都穿不到的壟斷財團 竟然申請保就業計劃 億億聲千萬千萬聲 政府又比 以往是不是很愚蠢 很離譜 他們拿錢 政府說 不如你們去做一些給長者的優惠 給長者的貧困人士的回歸 政府有甚麼標準 政府又有甚麼人手去監管 更離譜的 好像全香港那些物業管理公司 政府又被他們申請 大家都知道 那些物業管理公司 接到那些合約 有合約去監督監管 立安法團 立安法團 限定他 收多少的服務費 他又收 業主多少的管理費 又限定他 要用多少人手 有個藥 規著他 那些物業管理公司 那些物業管理公司 很多都是地產發展商 建了樓之後 form的公司 來炸盡 賺盡市民 最後一分錢 竟然政府又遵助他 那些物業管理公司 何來有個 是這個就業的危機呢 是沒有的 為甚麼要遵助他 政府多愚蠢 所以 利物業管理公司 收到政府 拿到就業 這個計劃 減回小業主的管理費 誰監管 誰批 給不給 你怎知道 實際上 就是 給這些壟斷性質的 大物業管理公司 在行業裏面 拿了政府的錢 排擠中小企 那些小型 蚊型的管理公司 就沒有得錄 第三 更離譜 有些大機構 譬如 好像國泰 拿了政府幾百億 政府入侵資 因為它面臨破產 面臨經營很困難 喂 拿了三百億就算了 又再來拿就業計劃的遵作 拿上拿 離譜 政府又給 有一些私營的醫院 有一些是拿政府的資助機構 根本沒有一個是就業危機的問題 那些東西做不切 生意賺不切 那些市場 糊糊糊糊糊 竟然 政府有給它 更離譜 有些在打雲 明明沒有請人的 基地在外地的 都拿了一份 完全沒有僱員 竟然申請這個就業計劃 有成三百間 我們看看 羅志剛局長 這個IQ爆棚的局長 做出來的就是 往往就是正常官員 正常人都不會犯這些錯誤 現在竟然是亂地奉錢 亂地派錢 我真是 替我們的小市民很不值 二千百百幾億的保就業計劃 竟然是被這些廢官、容官亂地振 各位 最後 我想公開呼籲 阿黃辣包 希望 那些 拿這個保就業計劃的大財團 賺到 什麼都穿不到的大老闆 麻煩你們想想 你們去拿政府這些錢 等於在黑衣兜拿飯吃 是相當不光彩的 何必呢 你是不是就是欠一點點 賺一點也不行呢 你收手 退出 還有些更離譜 有些反中亂港的媒體 得美國佬 撐腰 有美金大水猴卸著 又說跟那些手足齊上齊落 一樣向政府拿保就業計劃 來益自己的荷包 我覺得 是很沒有人性 很沒有道德 羅志剛局長說工會 勞工團體 希望政府搞緊急失業援助金 擔心出現這個道德的風險 現在那些財團 那些賺大錢的老闆 這樣大鏡 道德風險 表證成立 政府一樣派 這個政府那些廢官 真是廢得無論 我在這裡強烈譴責 多謝各位